在巴基斯坦星期六举行历史性议会选举之际 南部城市卡拉奇发生两次炸弹袭击 炸死了至少十人 炸弹针对的是人民民族党政治竞选办公室 该党是塔利班发动的与选举有关的袭击对象之一 自四月下旬以来 塔利班一直试图破坏选举 已经有一百多人在这一类的袭击中丧生 数十人受伤 塔利班成员曾警告在选举当天发动自杀袭击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选民踊跃地参加议会选举投票 这将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文人政府完成任期 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任的文人政府 巴基斯坦军方说 在投票站和计票中心部署了数以千计的军人 防止塔利班破坏投票